三个年轻貌美的印第安女孩 不幸被一群西班牙士兵抓住 士兵因为先后顺序起了争执 但带头的长官却下令放了这群土著 士兵拔刀就要造反 却被两名同伴拉住 随后长官下令使用螺旋绞刑 当场处决士兵以锦绍油 行刑者拿出一条皮带 套在了士兵的脖子上 然后开始转动棍子 士兵最终窒息而亡 这种做法引起了手下士兵的不满 长官自己带着女人探险 却连土著都不愿意让给士兵 一名士兵实在无法忍受 站起身就准备动手 却被一旁的军事长拦住 这时突然一声枪声响起 士兵抓回来的一名印第安土著 通过一番审讯得知 新的国王派来了一支军队 正火速赶来追杀他们 为了躲避追杀 长官只能带着探险队进入危险的黑森林 这里不仅要提防着藏在丛林中的印第安人 还要预防各种毒虫 这名士女只是坐在地上休息 就被毒蛇咬了一口 但士兵们却都不愿意 长官抬手就是一巴掌 这下彻底激怒了士兵 拔刀就要干掉长官 军事长拼死阻拦 但士兵已经丧失了理智 军事长只好给了他一包 士兵失去了行动能力 长官立马下令将其绞死 但就在这时队长却上前结果了士兵 而队长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彻底激怒所有的士兵 然后等待一个时机造反 这天夜里 长官从帐篷里刚刚走出来 就被手底下的士兵团团围住 长官顿时慌了神 正想大喊威慑住士兵 但下一秒就被一剑刺穿了喉咙 女人听见声响赶忙跑了出来 见长官已经没了呼吸 他赶忙拿起长剑自保 队长见状立马拔出长剑 示意女人不要害怕 接着他干掉了杀死长官的士兵 成为了小队里的最高指挥官 随后队长带着女人走进了帐篷 第二天 他们又抓住了一个印第安女 士兵正想大展身手 女人却看上了又丑又老的传教士 并且将他们带回了部落 为了向这群白人士兵借助 女人将他们带回了自己的部落 在这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里 为了让自己的族群繁衍下去 他们会主动选择身材高大的男人繁衍后代 这个女人就看上了探险队中的纪录官 她认为知识分子的基因更好 而又老又丑的传教士 因为没有人选她而大发脾气 对着部落的女人大打出手 好在士兵及时阻拦 这才没有激怒整个部落 帮助完部落之后 这支西班牙探险队就要继续出发 前去寻找传说中的黄金 但没走出多远 他们就发现前方有吹烟 这说明敌人已经追上他们 指挥官当即就决定 让依图带着女人和四名士兵留下 假装被敌人俘虏让其放松警惕 其他人则埋伏在丛林里 随后传教士带领众人做祷告的时候 敌人带着部队追了上来 埋伏在丛林里的指挥官突然杀猪 敌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最终死的死伤的伤 剩下的都决定归顺 一同深入丛林寻找黄金 而带头的独眼掌握 则被女人对着妖子扎了一刀 随后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 探险队终于来到了印第安人的地盘 一来就遭到吹剑的袭击 箭头上涂满了毒液 士兵当场就毒发身亡 其他人迅速趴下寻找掩护 然而印第安人并没有再次发起攻击 一直等到晚上 探险队才趁着夜色 悄悄摸进了印第安人的领地 经过仔仔细细地搜寻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 正当士兵们感到奇怪时 印第安人突然发动了袭击 无数毒箭朝士兵们袭来 指挥官立马下令进行反击 士兵赶忙将行李堆起来抵御毒箭 这时指挥官才发现 他们已经被印第安人包围 士兵只能架起火神枪 对着向前推进的印第安人疯狂射击 然后大喊着发起冲锋 和对方厮杀在了一起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 最终成功干掉所有敌人 成功进入到传说中有黄金的山洞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所有人目瞪口袋 山洞里根本没有黄金 只有密密麻麻的事故 这下众人也终于明白 这群印第安人是识人族 黄金只是他们诱骗白人的手 这下众人也继续